上信专誉董事长杜淑敏女士爱心不落人后 长期关怀社福团体的需求 因为认同创世基金会居家关怀访式到宅服务这样的理念 特别捐赠了一部到宅服务车 创世基金会先天分院有百位到宅个案受惠 同时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号召更多的企业响应爱心公益 为社会责任尽奋心理 创世先天分院每个月必须服务超过100个到宅个案 但现有的交通资源相当有限 得知这样的状况 新店企业上信专誉董事长杜淑敏女士 主动联系捐赠了一辆到宅服务车给创世新店分院 希望让创世的到宅服务能够更加顺利推广 帮助更多弱势家庭 因为他们很多都没有办法自己到外面去 没有办法活动 那华山这一方面做得很好 我觉得他们能够把这个到宅服务这一段做得很好 我觉得他们需要这种车 很感谢我们源域企业的副董事长 已经上新专誉的董事长杜淑敏女士 他这次有看到我们今年刚好在 今年我们新北市的到宅服务要扩大半游 所以刚好需要一辆到宅车 那刚好在征聘一位到宅服务的情况下 需要两台车 在运行在这个新北市的个案 大概有100多位的服务能够顺利的运作 其实杜淑敏女士这次的善行议举并非首例 2009年他就首次捐赠了一辆救护车给松山消防队 陆续又捐赠给政府机关社福机构 富康巴士交通车约10辆 他表示小时候家境清寒 白手起家 现在终于事业有成 因此希望能够回馈社会 我在将近10年前我父亲生病 那在医院他必须要做转诊的服务 那时候救护车非常的缺乏 所以我当我送爸爸到医院的时候 我心里就想说我要做这个捐赠的 有机会有能力 我想要捐一部救护车 那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创世新年分院院长张淑涓表示 职务人家属长期照顾卧床家人 心中有受不出的痛苦 如果能够给予及时适当的协助 将会大大减轻家属的身心负担 所以期盼各界企业人士 也能够响应杜淑涓明女士的精神 让社会充满爱的关怀 记者成品张门奇 新店采访报导